字幕提供 據我所知有一種物理原理 叫做貝爾效應 這跟這個移動城堡沒有關係 是被廣泛運用在半導體上面 他的概念好像是 當電流流過導體 或者半導體的時候 如果在周圍添加一些磁力 电流可能会为了自动平衡磁力产生的挤压 而去产生一个相对应的电压来进行对抗 利用特殊的侦测器来侦测这些电压 就可以在不影响设备运行的情况之下 随时去监测电子元件有没有正常运作 后来基于霍尔效应 更衍生出所谓的量子霍尔效应 对于观测量子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也因此产生了两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传统上人们认为霍尔效应的出现必须借助磁场 而且要在低温之下才能够达成 不过石墨烯的材料出现 好像有可能去改变这两套准则 想请教一下盐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霍尔效应跟石墨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石墨烯出现了以后对于这个效应的普及应用 或者产业上的应用会不会有一些想象空间 在霍尔效应上面它有两个重要的 石墨烯有两个重要的革命 一个是低温下改变它的低温下的一个操作 另外是改变它在外加磁场下面它才可以操作 因为石墨烯它是一个很大的平面的二维结构 那电子是可以很轻松的在这个结构平面上去做一个跳跃 或是做一个快速移动 所以它在相对于传统它需要在低温去稳定它之间的电子的移动来说 石墨烯其实它平常就是有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电子可以在它的平面上面移动 所以说让它在室温下面去操作其实就是一个可能性 那另外就是磁场的关系 目前当石墨烯两层石墨烯它有时间有一点点角度的转移的时候 它可以有机会造成它的电子移动方向不一样 电子移动方向不一样最终这个电子有可能会在石墨烯的两侧产生电压差 那电压差就会产生电位差就会产生它的会有一个电压的自身电压的一个产生 对那这样子就有机会在不接受外界磁场里面的产生电压 而且是可以实际在室温下面操作的一个电子元件 真的是非常具有想象空间 我们之前这个善科聊天室曾经谈过一系列的半导体的主题 当时我们就曾经提到现在的半导体因为物理法则的限制 好像已经快要到达极限要进入所谓的瓶颈期 所以专家学者们都正在积极的去开发各种新材料 和不同的制程或者工艺的技术 试图去解决这些瓶颈的问题 那石墨烯作为一种新的材料当然也被寄予厚望 像是去年年底韩国有一家帮助荷兰的艾斯摩尔 去生产EUV极止外光设备的供应商 宣布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石墨烯材料叫做EUV薄膜 EUV薄膜宣称是可以让EUV的设备 在5奈米以下的半导体制程当中 能够拥有更好的良率 就是所谓的生产效率 就是说比较少是坏掉的 几乎是都可以用的 那表示良率是比较好的 比较提升也比较高的 那另外呢以石墨烯作为材料的这个碳基晶片 在这两年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当中呢 也好像有个异军突起的这个氛围 想要请教一下研波士 石墨烯这边有没有可能也影响我们未来的半导体产业 当然就影响了各位正在看我们这个节目手中的手机啊 或者电脑啊 各种运算的装置 请教一下研波士 刚刚把博士提到EUV这个 EUV及紫外光的这个区段呢 我们可以想象 常见的从紫外光到红外光 它分别呢是紫外光到可见光到近红外光 所以呢它会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从像彩虹一样红尘黄绿蓝电子 那极紫外光就是在紫的这个区段来在更短的一个波长 所以说呢这个部分它对于 光线的敏感度是会变得更高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可以让在做曝光制程 或者是一些制程上面它可以有更高的敏感度 有更高的一个凉率 那紫茉西在这边呢它所扮演的角色 也就是它的透光系 那可能在上一期也有提到 紫茉西它的单层紫茉西的透光度呢 是高达97甚至98%的白光都可以穿透 所以说在这方面它就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光照的一个过滤器 对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把它挡在我们的所谓的基材 或者是晶片上面 就不要让它可以有机会沉降在我们后续的这个 软件上面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石墨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耐热的一个材料 相对于我们传统用一些广造的一个材料 它到800度C甚至曝光800度C甚至更高 它都可以承受这个热的可以稳定性 它的热稳定性相当好 所以说呢在使用石墨西来说 在EUV的制程上面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 那另外一个碳基晶片的部分呢 目前的确罗宝博士所说 目前在半导物系产业会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 那主要是因为目前游戏机晶圆 将我们晶圆的尺寸变得更大 时候它会有一个良率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慢慢的它的制程的关系 不过石墨西它就有机会突破这一个瓶颈 因为石墨西它主要是一个二维材料 很大一个二维材料 那我们在制程的时候 如果可以很好的将一个完美的石墨西 铺在这个晶片或者是铺在文基材上面 它的整体的结构的完美程度 其实是叫传统细菌源制程 较容易去达到这个完美的程度 那另外一个是完美的石墨西 它其实在电子的牵液域上面是叫细菌源 有三个等亮景 也就是有1000倍的载体的牵液域 所以这部分我们是的确是可以期待 以石墨西来取代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元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